中国古代,预言故事 尹鹰头江 虚无江边有一个热闹的集市 那里每天人来人往交易货物 一天,突然从江边传来了几声婴儿的啼哭声 人们的注意力全被哭声吸引过去了 寻声望去,看见江边有一个渔夫打扮的人 手中抱着一个婴儿,正要把婴儿扔入江中 人们被这情景惊呆了 正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个过江人从人群中跑出来大喊一声 慢着,你为什么要把他扔入江中呢 那样不就被淹死了吗 那人看见有人阻拦自己的行为 便十分气恼地说 这孩子的父亲是一个游泳能手 他的孩子自然会游泳 你们不要多管闲事了 人们听后惊恶地张大了嘴 纷纷指责这个人的行为 抱婴儿的人看到自己引起重怒 赶忙抱着婴儿逃走了 干什么事情都不要想当然 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问题 才不会做出荒唐幼稚的事情